中国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的金牌得而复失了 那么郭爽在最后的金牌赛当中因为犯规被取消了成绩 有报道就说呢 龚金杰在离开了赛道的时候 郭爽的轮胎越线了 那么中国队随后也进行了上诉 但是并没有能够改变这样一个宣判的结果 最终呢龚金杰和郭爽获得了银牌